这是一本关于佛罗伦萨的水彩笔记 是一位法国的水彩画家和一位作家共同完成的 里面不仅有百余章水彩画 还详细的介绍了佛罗伦萨的人文历史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摇篮 在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音乐里 处处飘荡着这座城市的传说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从教堂到博物馆 从花园到宫殿、从广场到蜿蜒小径 带领我们漫步在这座历史名城 见证它的风雨兴衰 以你的风情和独一无二的魅力 无论你是喜欢绘画还是喜欢旅行 这都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